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兩個文型 第一個文型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首先看看這個 就是カと思えば 前面是跟動詞的詞書形 或者是彈形 或者是名詞 意思是圓耳什麼什麼 卻什麼什麼 看看這句例子就明白了 息子是在學校上 改變了嗎 還要快去遊玩 原本以為兒子在學校回來 但他又馬上出了去玩 所以這裡的文字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以為他這樣 但結果他做出 和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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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然後第二個 カットオモエバー 第二個意思 就是有並列的意思 記什麼什麼 有什麼什麼 他的接觸 就是動詞的詞書形 和上面那個不同 上面那個可以接彈形 或者名詞 這個意思 就是記什麼什麼 有什麼什麼意思 就是接動詞詞書形 譬如我們看一下第二句這裡的例子 例子 白菜を超えて生きる人がいるかと思えば 一切になることもなく この世をさる赤帽もいる 既有活過八歲的人 也還未到一歲 離開人世的英語 所以這裡就是記什麼什麼 又什麼 這樣的意思 很多時候 他都會和 Aru 或者Iru 的味道配合 一起用 第二個要說的文言 就是 表示 兩件事情幾乎同時發生 一 就 或者 好像 這樣 又好像還未 的時候 已經 這個意思 這是一個 Katai Heokan 來的 前面接觸 就會跟動詞的詞書形 或者是 彈形 加這個 Kat 後面跟Nai形 然後再加這個 Kat no Uchini 簡單來說 大家記住 是 動詞 加這個 動詞詞書形 或者彈形 加Kat 加什麼動詞 Nai Ka no Uchini Nai Ka no Uchini 整個文言 背會比較好 我們直接看這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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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車に乗るか 無難ないか のうちに ドアが閉まってしまった 剛剛乘上電車 門就關上了 這裡的解釋 不夠很詳細 我覺得 感覺是 大家幻想一下 你要乘車 你看 他正在關門 還是還沒有關門 中間的感覺 即是關門 好像還沒有關門 然後 原來已經關門了 這樣的感覺 即是說 前後兩個動作 基本是同時發生的 前面還沒有完成 就馬上做了後面的動作 是用於描述已經發生的事實 所以後面就不能跟一些 表示命令 意志 推測 或者否定的內容 然後後面也只能夠 用過去的時釋 那我們今天的問問 就找到 但真的 也不算太難 因為第一個 取得最主要的意思 就是 我預想中是 但是 結果是相反的 然後這個 カナイカ のうちに 非常好記 你只要記住 好像做了 又好像還沒有發生 這樣的感覺 不確定的感覺 就是 文言的意思 那 我們今天的文言溫習 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和我每一樣一起溫習 如果你想溫生字卡 你可以追蹤我的IG 想看一些日本資訊分享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明天繼續努力溫習 好嗎?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